广沙队最后的尊严只有许忠豪 1974年第一次打自由搏击就得了冠军 1980年打赢了广东重炮守人俊飞 接着连续三年打败所有广东武术高手 赢得全广东自由搏击冠军 绰号广沙金肉人 在广沙队被广东对防的无计可施时 许忠豪拿出老江湖经验 连伤广东四名球员 没有一个委体犯规 你说许忠豪动作有多恶劣并没有 但是就是能伤到你 撞伤人俊飞 许忠豪一动也没动 他是通过牛顿第三定律相互作用的 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总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且作用在同一条直线上 把任俊飞弹伤 打伤张明驰技术动作是奔着打球去的 但是运行中就是给你一个大嘴巴 胡明轩反击也只是脚尖踩到胡明轩右脚的一点点 可以说许忠豪已经把犯规运用到炉火纯青 全队发挥不好 许忠豪爆发一人扛着广沙打广东队一套阵容 广沙队最后时刻可以说成全辽宁队 把周期竞赛的第一场给了辽宁 辽宁占尽了优势 而且任俊飞虽然没有大伤 但是出院也是一拳一拐 能给广东打成残阵的只有许忠豪 正可谓世间恶人本不少 相互残害何时了